好了 虽然啊 我们说 不用讲了 对不对 你也说很简单 是吧 但是到底简不简单呢 是吧 到底简不简单呢 需要用代码来说话 是吧 所以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案例 要求大家用for循环来做 课堂 课堂练习 第一个 使用for循环 求 A到100之间 所有的偶数的累加合 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使用for循环 找出 100到999之间的 水仙花数 不做急 哥哥会告诉你的嘛 所以你不要先去代码 先把题目给我听清楚 我一会儿 我会把时间给够的 什么是水仙花数 什么是水仙花数 很简单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一个三位数 三位数就是100到99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什么条件呢 这个三位数 这个三位数 这个三位数的 各位数的 立方和 如果 等于本身 等于本身 那么这个数就是个水仙花数 那么这个数就是一个水仙花数 举个例子 比如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五 我要判断 一百六十五 是不是个水仙花数 那么我要怎么做 就是百位的立方 加十位的立方 加个位的立方 看它是不是等于 一百六十五 如果等于一百六十五 那么它就是个什么数 水仙花数 能理解吗 那有人问老师 靠立方怎么来的 一乘以一 再乘以一 是不是一的立方 六乘 六 六乘以六 哎呦 你妹 再乘以六 是不是就是六的立方 五乘以五 你妹 五乘以五 再乘以五 是不是就是五的立方 所以你只需要拿到 这个三位数的百位 十位 各位 把他们的立方 相加 看看结果 是不是等于 一百六十五 如果等于一百六十五的话 那么这个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个水仙花数了 能理解吗 怎么拿到百位 十位各位 不用我再说了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吧 Come on baby 抓紧时间